咳咳,麥克風測試,娜娜莫測試 哈囉大家好,我是盪肉 最近出了FF14的推坑影片 出了有4支組唷 分別是我的半年來心得 10大副本機制,10大華麗BOSS喜歡的十手配樂 就是希望推坑給不認識FF14的玩家來玩FF14 如今很多人來私訊我遊戲的相關事宜 這代表很多人想入坑了 我與娜娜莫成功了 這是我與娜娜莫里程碑上重要的一步 我決定今天晚上要好好夾菜 請注意番娜娜莫里當菜 那這支影片就只是除略的 大概的用閒聊方式來講一下伺服器的不同 看你是適合玩陸服或國際服 那我有講錯地方,歡迎下面留言補充 或者也可以去FF14巴哈專版那邊看分析 那邊寫得更專業也更仔細 好,回過來,不要看我好像是玩陸服的玩家 其實只要有人問我伺服器選哪個好 我全都一律跟對方說 只要你有一點點的外語基礎能力 全部建議玩國際服 這邊要重點筆記喔 我再說一遍 講完FF14,全都建議玩國際服 要記好娜娜莫老師下次會考 要問為什麼的話,我稍後會提到 那用簡潔易懂的方式來講 我就借用一句 某天我在看FF14的相關文章 有人說了句我認為非常中肯的話來解釋 他說 國際服除了語言是個問題之外 其他的都不是問題 陸服語言不是問題 但語言之外的全都是問題 這句話講的真的是很棒 也很好的倒出兩個伺服器的優缺點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難道陸服的環境很糟糕嗎? 其實並不是遊戲本體並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上頭啊 在中國政府的管控下 所有中國遊戲都要實名制認證 那台灣玩家認證的話有兩種辦法 第一種就是申請台灣護照 然後拍照給官方來申請認證 那光是第一點我想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了 玩各遊戲還要申請護照 那申請過程要花錢也還要等時間下來 我想處理護照流程應該就能刷掉一批玩家了吧 而且光是要把自身各自丟到對岸心中的那道坎 摳不跨的過去又是個問題 不過 雖然第一種護照認證很麻煩 可是一旦成功了那就一勞永逸 玩到天荒地老那都沒問題 那第二種認證辦法 就是上網找野生的中國身份證 看是要搜尋的也好 身份證製造機也好 或者是付費請人幫忙認證也心 噢這個蝦皮一大堆 網路上也有很多教學 資源可以說是很豐富 第二種辦法可以說比護照認證還要方便 而且個資也不用丟給對面 但缺點就是 這身份證要記好 到時候一次就很麻煩 而且一旦被官方查到這身份證是假的 你就得要重新認證一遍 算是個比較不穩定的方法 那以上這兩種辦法未來會被改變 有可能 因為所有中國遊戲全都要遵循中國政府的規定 而玩中國遊戲的玩家也都要遵守 哪天中國政府突然想到 所國所IP所有的美的 你的帳號你的心血也有可能就會不見 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 陸服語言不是問題 但語言之外的全都是問題 因此要玩陸服 最好要建立帳號會隨時隨地不見的良好心態 好那回過來說說國際服 想玩國際服就得擁有一定的外語基礎 國際服的生態就是有很多語系的玩家 你可以選擇英文交流比較多的伺服器 或者是日文交流比較多的伺服器 選一個擅長的地方來玩就可以 那國際服你看不懂這語言的話 巴哈那邊有很多翻譯過來的單字 多查查總會了解的 不過劇情方面就有點麻煩了 日文我不清楚 但FF14的英文劇本是出了名的艱深 用中文來比喻的話 等同於你拿金庸給外國人看的感覺 但沒關係網路上都能做了翻譯整理 像是實況即時翻譯 或者你也可以去B站那邊看陸服劇情包也行 所以劇情方面雖然麻煩點 但都還是有辦法來解決的 那打本溝通方面就還好 因為FF14有做一個很棒的小設計 那就是定型文 假如你輸入特定文字 那這整串句子就會自動打出來 紅路服中文來比喻像是你打我 然後按Tab 就會冒出 我不會說德語 我不會說日語 我不會說法語 等等一堆常用句子 英文日文也有類似的 網路上也有定型文庫可以查 所以你只要有一點外語基礎 通常跟你的團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再不記憶你外語能力不行 也可以加入台灣大工會 過去台灣玩家較多的伺服器 只跟懂中文的玩家來玩 在自己的小圈圈裡邊打副本 大多都不會有問題 因為國際服台灣玩家說真的 比各位說像的還要多 而且FF14有逐漸設計NPC陪打的功能 再再再不記 你也可以只跟NPC一起打副本玩到滿等 但我沒用過這系統 雖然也不是說很熟 就留給各位幫忙補充 那關於收費問題 陸服是採用月費加點卡總點制 看你是要月費30天玩到爽 或者是儲值點卡算時間 那我記得沒錯的話 陸服月費的錢換算成點卡 是可以玩147小時 等於說你平均一天有玩超過5小時的話 那選月費會比較划算 反之就是選點卡 在付費選擇上會比較彈性 那國際服收費是月費加資料篇模式 你想玩最新版本的內容 你就得要先買資料片 買完還得要付月費才能持續玩下去 並沒有點卡時間這回事 不過國際服更新的內容是最新版本的 陸服的更新會比國際服還要慢3個月 這邊再說一次 陸服的更新會比國際服還要慢3個月 所以你認為能玩到最新內容比較重要的話 那選國際服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而陸服因為更新比較慢的緣故 遲不遲的都可能會被劇情雷到 而且等更新版本到來了 攻略都製作好幾份了 因此打高難度副本都會默認你有看攻略 所以你想要體驗拓荒的感覺 可能要特別另外找隊伍 那以我孤來忍的經驗來看 一開始我也認為拓荒才有趣 看攻略傻的很遜很無聊 但直到打高難度副本才了解 也有看攻略短則兩三天才打成功 藏者一兩個月才熬過去 助勞做到絕望都有可能 我無法寫下那些沒看攻略的玩家 真的是太敬佩了 再來談談付費的管道 兩邊付費都挺複雜的 但是陸服付費的風險比國際服還要多很多 因為陸服正常儲值很麻煩 除非你有中國有人幫忙儲值 那情況就不太一樣 不然大多玩陸服的玩家都會選擇請人代儲 但這樣的話 代儲費再加上月費本身的錢 就會導致陸服月費會比國際服貴個100元台幣上下 要看幣值而定 而且代儲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道風險 因為你不知道代儲的這筆錢是不是乾淨的錢 說不定人家是用BUG幫你把錢弄進去的也說不定 反正被抓到是你的帳號被封又不關我的事 我錢還是照樣賺 也是有這種不良業者的存在 那國際服則一開始就要選擇 歐帳、美帳、日帳的付費管道 但大多都是選擇美帳開局因為比較方便 那其中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 這點一定要多多注意 所以一開始國際服要做的功課就很多 不過一旦設定好 熟悉了那後續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就只是一開始理解上會稍微麻煩點而已 那最後再來談談兩邊社群的差異 很多人說陸服玩家會比國際服玩家還要火爆 因為中國人狼姓作祟等等的話語 我個人是認為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講成這樣有點誇張 說實在話講垃圾化的混蛋每個地方都有 會覺得國際服社群比陸服還要好 我想主要原因大多都是語言不通的關係 或者雙方的文化不了解吧 說不定你親切問候對方蝶娘 對方還真以為你關心他的家庭也有可能 因為對方不了解我們文化 無法理解對方的意思 這樣是要怎麼吵起來 那陸服東中文這語言雙方文化也相似 一言不合問候對方長輩你一定了解意思 所以也是有可能因為這一點 很多人都認為陸服會遠比國際服務火爆吧 以我實際半年玩下來 真正遇到被找查的場面也才兩次而已 兩次應該還好吧 我玩個英雄聯盟一天都應該超過這次數了 更何況我玩半年才遇到兩次而已 那擁有這麼棒的環境 這全都要歸功於 史克維爾也就是FF14的開發商 吉田直樹製作團隊 他們很注重遊戲體驗 你亂噴垃圾化或者擾亂別人進行遊戲 只要被抓到 那就一律把你邊進小黑屋裡冷靜 這不管在國際服務或者是陸服都一樣 所以你說陸服環境很糟糕嗎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那也有人問 玩國際服務需要VPN嗎 因為在半年來心得那這影片有提到這點 但有被國際服務玩家糾正 其實順順玩國際服務並不需要VPN 但是打高難度副本可能就需要因為會有PIN值等問題 但玩陸服務就一定要載中國的加速器 雖然在冷門時間是可以不用開加速器 但冷門時段就比如晚上 你不開加速器是有可能會延遲斷線的 那加速器不用錢 當然你如果要更穩定的話 非比小錢救人更穩定 但大多用免費的都還蠻OK的 這點需要注意一下 那最後我們來總結 如果你不介意你的帳號有可能哪天被封 或者是哪天中國政府又多出什麼神奇規定要來逼玩家遵守 也不介意多載個加速器 那玩陸服當然會是個最佳選擇 畢竟中午環境擺在那邊 不管是找夜團或者是溝通事情也比較方便 查找攻略B站一招也是一大堆 遊戲本身很OK 一樣的良好一樣的友善 就是心態一定要先建立好 要有帳號會隨時隨地不見被封的覺悟 不然只要你心中有任何一點疙瘩 我全都一律建議玩國際服務 或者你也可以兩邊伺服器都玩玩看 因為現在不管是陸服還是國際服 免費試玩都送的很大方 陸服免費試玩30小時 而國際服就更誇張了 你的免費玩到3.0版本也就是60等前 因此在國際服當中你偶爾會看到 頭上頂著新手都要標記 但全職業60等的超級勞手存在 所以都去玩玩看看自己適合哪個環境 再去選擇再去付費也是可以 並不用急於時 最後我想說FF14是一款好作品好遊戲 只要付一點點的錢就能體驗一場史詩冒險 這些都是課金遊戲所比不上的體驗啊 好啦 那我是Tunno 希望這些人幫助到你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現在九 서新了 我們是質ól話的 中文字幕還在接聽 中文字幕維取 nasıl 輕